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五日复一日淘机 今天我们又来到华翔北二手机批发市场 年底将至天气要转凉了 小伙伴们要注意保暖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淘机任务吧 我们先到熟悉的档口帮粉丝收一台 还在保的mate30pro5G版8加256 年底将至很多机型价格现在都挺不稳定的 mate30系列也是一直在掉价 这台是在保到明年6月份的 可以看到边框屏幕都很亮 没有一点刻碰划痕 橙色也是可以达到准心机的标准 拍照也是非常清晰 仔细检查好外观确认机子是纯烟的 我们也就直接入手了 目前市场在拿再保256g的话 基本是在4200左右 性价比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再帮湖南的粉丝收一台mate30pro4G版8加128的粉丝本来想要黑色的 但是市场上找了两天没有找到橙色好的 不是维修过就是拆过后盖 不然就是屏幕划痕太多 最后小五也是找到这台子罗兰的颜色 可以看到这台机子总体外观也是符合准心机的 标准 没有一点点磕碰划痕 屏幕啊 后盖都没有缝隙 看一下型号内存对不对 我们也是直接入手了 到时候多送粉丝几个好看的壳 今天也是运气好 本来都不抱有打算可以找到novo7pro的 结果在市场赚了两圈 还真给我找到一台novo7pro8加256 而且还是七号色的novo7系列 七号色现在要去官网拿 都是要加价才拿得有的 不然就是得提前预约很久 我们也是运气好的很给我们挑到了一台 纯元没有放心拆过后盖的 可以看到七号色还是很好看的 机子整体外观也是嘎嘎心嘎嘎亮 这台还是高保修状态的机器 毕竟刚上市没有多久 现在市场拿货的话 基本是在3000多出头 接下来我们帮浙江的粉丝收一台苹果11国航128具的 这台机器总体成色也是不错 屏幕原彩也有电池效力98 不过电池循环才100多次 正常来说应该还是在99或者100才对 可能是天气太冷的问题 我们去看一下艾斯可以看到电池循环125次 保修还有218天11的价格最近也是降了不少 目前市场拿货的话也是在3800左右 主要看手机成色如何 接下来我们去飞行市场帮昨天拿11pro 马克思的老大哥把手机封包一下 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自己在某宝上买低于市场行情的全新机的话 就要注意了 一定要记得查询im 一爱码 别买到华强北后风的机器了 然后再给粉丝安排到华强北顶配二代 洛达蓝牙耳机 好啦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小五 我在全国最大的二手手机批发市场 喜欢更多华强北淘机视频的 我们下期再见